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九十七天 内在生活 习林 一位因渴望探究灵性世界 而参与启发课程的年轻女士 在课程结束后 她说了下面这番话 我并不完全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上课时 我越来越渴望感受到神的同在 就好像一个干渴的人 喝到了一口凉水 那亲人心脾的感觉 让人喝完一口还想喝一口 根本停不下来 对不起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感受 现在 我总是想跳 想笑 想告诉每个人 神有多么奇妙 还有 我好想爱每一个人 从前我努力原谅人 但这却让我变得 越来越苦毒和怨恨 直到我接触了启发课程 一切都过去了 现在的我不但能够完全原谅人 并且还爱他们 西林说 如今她正在与基督热恋 她的里面发生了神奇的改变 她内在的饥渴被填满了 她有了一种新的内在的亮光 以及内在的爱 诗篇四十二篇一到六节 内在饥渴 不知为何 你感到万分沮丧 并非只有你才这样 诗篇的作者也明白这种感受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神不愿你陷在这样的状态中 祂爱你 祂希望鼓励你 诗人描绘的是一种内在即可 神啊 我的心切目你 如露切目溪水 他继续说 我的心可想神 只有神自己才能满足这样的即可 仅仅了解有关神的知识 无法让人解渴 大声呼喊 呼求神的同在 呼求与神相遇吧 你要把自己的灵魂完全交给他 敬拜至关重要 我从前总是站在敬拜的人群前面 我带领他们 热切来敬拜你 我们欢呼雀跃 唱赞美的歌曲 我们所有人 一起欢喜领受节期的盛宴 要牢记神曾经给你的恩惠和祝福 这会鼓励你继续信靠神 并带给你不懈敬拜祂的力量 主啊 我的灵渴慕你 唯有你的同在能满足我 我的盼望在于你 我要赞美你 我的主 我的神 新月圣经 陆家福音 十一章 三十三到五十四节 内在亮光 一颗干净的心 比一双干净的手还重要 真正能让一切不同的 是你的心思意念 你的眼睛也很关键 它们是心灵之窗 你会用眼睛看什么 外界事物都是通过眼睛进入内心的 眼睛也会反映人内心深处的东西 耶稣呼吁你 要用光来填满内心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眼睛若亮了 全身就光明 如果你在真理和信心的事上 睁大双眼 你的全身就会被光充满 如果你定睛在贪婪和不信之上 你的身体终将成为枯木 睁开你鼠灵的眼睛 让灵魂的灯长明 这样你才不会陷在泥沼中 点亮你的生命 让这间房屋里的灯光 永远不灭 耶稣还呼召你和神建立一种 充满爱和亲密的关系 在隐秘之地 就是在心灵深处与神相交 耶稣要求你在内里洁净自己 而不是在表面上 如果里面充满了勒索和邪恶 外表再光鲜也没用 耶稣说 内在生活的焦点就是关注穷人 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 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 施舍能够洁净心灵 但耶稣还说 如果忽视公义和爱神 那只有施舍的行为照样不够 就像兰尼埃罗卡坦拉麦萨神父所说 那种认为 执着关注内在生活 会阻碍我们积极参与侍奉 以及社会公义的观点是错误的 一个人的内在生活 非但不会妨碍他活出好行为 还是建立好行为的基础 和继续如此生活的动力 耶稣猛烈批评了宗教领袖的错误态度 其实我们也极易陷入这些陷阱中 无论我们正在何样的事上承担着领袖责任 耶稣的话都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他警戒我们不要 第一 自以为是 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 第二 渴望受人吹捧 有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 第三 假冒伪善 有一种危险就是用严格的标准要求别人 自己却完全做不到 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 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 耶稣敢于挑战人的内心世界 他既不怕正面冲突 也不怕得罪敌人 难怪被耶稣批评的宗教领袖们 想要除掉他 主啊 我愿我的眼始终定睛在那些 能点亮内心的事情上 今天 请让你的圣灵充满我 愿我的心中充满慷慨 公义 以及对神的爱 旧约圣经 生命纪六章第一节到八章二十节 内在的爱 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 其核心都是爱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这几个字的希伯来文含义非常宽广 圣经任何版本的翻译 都不能完全反映原文的真谛 新约作者从心 性 利 意 四个方面对爱神进行了诠释 总而言之 圣经告诫我们基督徒 要以自己的全部 即身 心 灵 体 各个方面来爱神 自始至终 神都表明 遵守爱的律法 要从人心下功夫 因为一切皆由心生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让他们进入你的内心 还有你儿女的内心 你对神的爱是从神对你的爱而来 神爱你 不因为你的道德指标有多高 乃是因为神的恩典 即便我们有罪 软弱 常常失败 跌倒 神还是爱我们 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 原来你们的人数 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神将他的爱浇灌下来 因为他本是一位既有爱 又信实的神 耶和华你神 就必召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 守约施慈爱 他必爱你 赐福于你 使你人数增多 神呼召你和他建立 这样充满爱和亲密的关系 作者在第六章中发出警告 表明基督徒会遇到三大危险 第一 因周围的偶像离弃神 不可随从别神 入乡随俗 信奉当地人的宗教 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神希望他的子民 能够忠实地跟随他 而不是被世界同化 第二 因困难而怀疑神 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 当困难临到时 我们会被诱惑而怀疑神的爱 此时 我们更需要牢牢抓住神信实的话语 神允许你经历试炼和挑战 祂希望生活能教导你一个真理 即最终 只有神的道路才是最正确的 如果你不能在困难 低谷中服侍敬拜神 你就不可能在顺境 山峰中服侍敬拜他 高峰让人意气风发 但低谷使人坚韧成熟 第三 希望随大众 忘记神 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 有时人们在享受礼物时 会忘了送给他礼物的人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获财的力量 是他给你的 这三个警告的背后 是同一个真理 仅靠物质 无论是个人财物 还是偶像 都无法让人满足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 所出的一切化 当耶稣在旷野时 魔鬼诱惑他 通过不正当的方式 来满足肉体饥渴 耶稣就引用这节经文 来回敬魔鬼 耶稣指出 人的内在生活 及内心的需求 要比物质需求重要得多 人的内在饥渴 只能通过 从神口中而出的话语 得饱足 不论你是否在物质方面富足 物质财富都不应当成为你生命的重心 你最需要关注的是内在生活 因为神在人心中安放了不满足 唯有过一个富足的内在生活 才能供应灵魂的需要 主啊 感谢你给我奇妙的爱 感谢你承诺要爱我 赐福我 请帮助我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你 佩博的补充 生命纪六章十二节 八章一节十一节 要小心 这些年中 我对孩子们说这三个字 已经有几千遍了 但是我还是会说 我叮嘱孩子们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 但其实 灵魂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今日今句 我的心可想神 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得朝见神呢 诗篇四十二篇第二节